重点就加大一些情报信息收集 进行婚期研判 加大的研判力度 同时也实施海陆联黄 好的 顾老师 毒品的这个事我们一聊起来 我觉得就会心情复杂 因为提了太久 毒品是个世界范围的问题 不仅是中国才有 毒品的问题里面有买卖双方的事情 从卖方的角度来说 对 这是毒品有一个悖论性的东西 就你打劫的越厉害 做毒品生意的人 盈利利润率就越高 越高 没错 越高 利润率越高 他的做毒品生意的动力就越强 是 所以这么一来的话 光靠打劫 解决不了卖方的问题 所以这就使得我们打劫了那么多年 能难 越演越累 现在主要的功夫还是 划在那个买方的一边 就是通过降低需求 使得这个 卖方不会铤而走向 否则的话 你这个买方的那头没解决 越打劫 越这个 引起这个疯狂的销售 但是您知道 但是呢 现在我们的这个 买方的那头的工作 要好好地分析一下 需求是哪来的 是 加上有一些 错误的观念 这些观念 一下子要 这个 转变他们 包括许多吸毒的人 出去了以后 戒毒了以后 出去以后就没人管了 我在搞吸毒教育的时候 一再说 第一次吸毒绝对没有好感的 没有快感的 是 只要想一点 你看许多吸烟上瘾的人 他吸烟的时候那种 狼腾虎咽的那种样子 谁第一回抽烟的时候 就是这副模样的 是的 都是给呛的厉害 对吗 对对对 我们的禁毒教育中 就往往都在讲 一个第一次吸毒就飘飘欲 然后还讲 戒毒的时候如何痛 其实是什么情况 其实是 头一回吸毒 根本没感觉 对 而且有 完了以后 头晕晕乎乎的 对 有的人还很痛苦 头晕乎乎吐 完了几次以后 就会有那个 没事的时候会想着 他好像有件事情没做 这时候就是上瘾了 完了等到真的上瘾以后 绝对没有快感的 我把它说什么呢 他不是快感 他只是痛苦感的减弱 没错 所以 因为你不抽就难受 难受了以后 你就要解除痛苦 你就抽了 抽完以后不是幸福 而是难受感的解脱 如果我们还是用传统的那种东西来说话的话 进不去的 因为吸毒者有一套价值观念 是 公安更多的是说 他们再怎么样去击毒 而和社会学者交谈的时候 社会学者会 换一个角度 儿子 感谢观看